叶晨暗暗运转着体内的灵力 面色却是愈发严峻了起来 若是许愿灵与万无光 还是之前的实力 即便以一敌二 只要借助朔老与玄寒玉的力量 再想办法布局 叶晨也有信心逃跑 但这两人突破之后 单独对上一人 叶晨也许还有逃跑的机会 但是面对两人 在不激活血脉的情况下 几乎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 可现在夜深体内却是空空如也 天时清穴与开天灵气 都已经消耗一空了 就在这时 许愿灵与万无光体内的灵力 彻底爆发 许愿灵力喝一声道 动手 用尽全力 不要给这小子任何机会 骤然之间 两股极为灵力的法则之力 笼罩了整座大山 四周漆黑海水 近乎沸腾 滚滚灵气宛若 龙卷风一般 呼啸而出 整片空间都被一股庞大力量锁定 万无光目中赤芒暴闪 手中拐杖 化作了一条惊天神龙 在众人头顶上空飞舞 这神龙浑身鳞爪 分明栩栩如生 看上去宛若活物一般 他一身澎湃灵力 灌注到了那龙躯之中 嘀喝一声道 化龙一击 刹那间 那神龙发出一声龙吼 周身赤芒闪烁 便朝着夜神狂冲而去 龙躯之中散发的恐怖巨力 甚至令这作为大坝的巨山 都颤抖了起来 万无光眼中闪过一抹骄傲之色 这化龙一击可不是谁都能施展的 即便是他 也是突破了之后才堪堪领悟 这一击的力量极其恐怖 可想而知 即便是普通太真镜一层天舞者 想要接下万无光这一击 也绝非一件多么轻松的事情 这化龙一击 即便放在天殿之中 也是不可多得的强大舞技 与此同时 曲燕灵周身意识散发出了 极其冰寒的灰白色阴气 仿佛要冻结一切生命的灵魂一般 他的瞳孔化作了纯灰之色 背后浮现出了一尊巨大的骷髅虚影 这骷髅虚影出现的瞬间 整座大山都是凝结了一层淡淡的白霜 而骷髅虚影的身后 仿佛有一座地狱之境 在不断地幻灭 这骷髅就好像真的 是从残酷无比的鬼域之中 召唤而来的鬼王一般 徐燕灵手腕一翻 一柄白骨长剑出现在手中 那骷髅虚影眼眶之中 翅膀一闪 便融入了那柄白骨长剑之中 一时间 一股阴力至极的剑气席卷而出 徐燕灵死死地盯着夜沉 立刻道 白骨冥王剑 话音一落 一剑飙出 阴风肆虐 鬼影重重 此刻的徐燕灵仿佛真的化身为幽冥鬼母一般 那汹涌的剑气 给人一种仿佛自己已经身死 已经置身地狱 即将面对无尽的折磨一般 夜沉瞳孔一缩 这两人不愧是太真强者 一出手便令他都感觉到了强烈的威胁 并且两人显然已经配合过无数次 联手攻击之下 可谓是天衣无缝 互相之间的招数 丝毫没有影响对方 反而隐隐地还弥补了对方的不足之处 即便以夜沉的心性 此刻也是不禁感到了一阵寒意 他深吸一口气 低吼道 说了 玄仙子 出手 煞剑落入掌中 滚滚龙威以及澎湃剑气同时爆发 还不够 夜沉不敢掉以轻心 再次开口道 小黑 给我力量 黄剑图 给我力量 星海之神前辈 给我力量 无数力量向着夜沉而去 夜沉本来以为星海之神不会出手 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星海之神 显然知道这一次的事情 绝不简单 纵然他有安排 也是选择直接出手 小子 你放心 在这海域之上 我的力量会给你加持 只是我无法附身于你 但足以让你的实力 短暂提升到接近太真镜 但仅此一次 小子 给我好好地活着 无数力量冲击夜沉的全身 这一次 众人之力 虽然没有激活轮回血脉那么恐怖 但也足以让眼下的状况得到缓解 刹那间 夜沉的气息席卷而出 万无光与许燕灵 感受到了那气息的澎湃之时 都是忍不住 面色微变 夜沉虽然只是乾坤静修为 但是此时 他所散发的气息 竟是让这两人隐隐地 有一种自己所面对的 是真正的太真强者错觉 眼珠子都要瞪出眼眶了 当然 他们也感觉到夜沉此刻 身上的力量颇为融杂 就好像多人混合一般 但一般舞者背后 都会有一道强者神念存在 可能来自其师孙 亦或者机缘 难道 这小子身后还不止一位师父 他们并没有多想 只是主观地认为 这是夜沉的实力 他们可是很清楚 曾经夜沉在严真玉 虽然一时爆发出了 太真静实力 甚至能够硬撼他们二人 与东皇忘记 但那时候的夜沉 显然是施展了某种后手 现在的夜沉看起来 可不像是当时的模样 也就是说 如今夜沉本身的实力 已经快要接近太真静了 距离东皇天殿考核 才过去多久啊 这种进步速度 让他们内心一阵惊悚 同时 也更加坚定了 对夜沉的杀意 若是再让夜沉这么进步下去 要不了多久 东皇天殿恐怕 都不复存在了吧 就在这时 夜沉猛地对那散发着 滚滚阴气的灰白剑芒 展出一道 如月光般的凛冽剑芒 同时对着当空扑来的 神龙抬手一点 金银色火焰 瞬间狂涌而出 化作了一头金银火凤 清明一声 便朝着神龙飞去 下一个 阴气剑芒与凛冽剑光 发生碰撞 而火凤与神龙 亦是撞在了一处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响彻云霄 强烈的音波席卷天地 一朵蘑菇云 在那大山之上升起 恐怖无比 澎湃能量将空间撕裂 黑色的大海之中 亦是浮起了一头头 被活活震死的海兽尸体 也只有太深境层次的战斗 才能仅靠余波 就造成如此景象 很快 光芒散去 许燕灵与万无光 朝着那夜沉所在的位置看去 很快 一道身影便显现在了 他们的眼前 两人看着那道身影 面旁上 都是不禁浮现大喜之色 只见夜沉 虽是接下了两人的这一击 但其浑身上下 却也是一片鲜血淋漓 多处骨骼断裂 胸口处还有一道 猙獰的剑伤 看起来伤势极重 徐燕灵二人 眼中都是凶光一击 正准备乘胜追击 可就在这时 他们的笑容 却是骤然一凝 只见夜沉身上的伤口 突然间诡异地 蠕动了起来 转瞬 竟是完全消失 一切都仿佛幻觉一般 徐燕灵二人 都是瞳孔一颤 他们知道 夜沉的生命力很强大 可是如今看来 不仅是实力 在生命力上 夜沉也有了不小的进步 要知道 现如今他们两人的战力 甚至比当日 与东皇旺鸡联手之时 还要强大不少 可现在两人全力一击 对夜沉造成的致命伤势 夜沉都是瞬间恢复了 夜沉冷冷地 看着徐燕灵二人 眼神却是越来越沉重 他知道 这么下去 自己被徐燕灵他们击败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他的生命力再强 也不是无穷无尽的 而现在他根本没有 对敌人造成伤害的能力 万无光此刻 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 冷然一笑道 徐长老 不必焦急 这小子如今 只能靠着生命力死撑而已 他已经没有任何 反盘的余地了 夜沉一擦嘴角的血迹 眼中涌起一股狠觉之色道 没有反盘的余地 万无光 徐燕灵 我和你们保证 也许今日我夜沉 会死在这里 但你们两个绝不可能活下去 对上夜沉的目光 两人都是不由的心中一脸 奄奄有一股寒意 从脊椎窜起 但徐燕灵与万无光 身为东皇天殿长老 亦是天人欲内 至高无上的存在 又岂会因为一句威胁 而退缩呢 徐燕灵冷笑道 哼 小子 到现在还要醉油 我们不可能活下去 那你倒是让我受伤试试呀 万无光一时摇了摇头 故作惋惜一般地轻叹道 可怜 你也称得上是一代妖孽了 却要就此陨落 她的目中闪过一缕寒芒道 怪就怪在 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要与我东皇天殿为敌 夜沉不屑地一笑道 两个老不死的东西 你们真想杀我 还不动手 你们应该不想给我时间恢复吧 还是说 你们怕了 徐燕灵与万无光文言 都是神色一尘 夜沉这种傲慢 这种不肯低头的感觉 就好像一块大石一般 堵在他们的心头 为什么 这小子分明已经身陷绝境了 却是一点畏惧 担忧的情绪都没有 难道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完全不将性命 放在眼中的疯子 不过此刻两人 却也没有多想 有一点夜沉没有说错 他们可不想给夜沉 任何恢复的时间呢 下一刻 徐燕灵与万无光身形一闪 便朝着夜沉逼近 那神龙与骷髅再次浮现 裹挟着无边威能 朝着夜沉镇压而下 夜沉见状亦是举剑相迎 没有丝毫退却之意 阵阵巨响不断爆发 整座大山之上的裂痕 也是越来越多 几乎遍布了整座山体 甚至已经有屡屡充斥着 灰黑煞气的海水 从缝隙之中泄露而出 此刻 阵阵血雨挥洒 在巨龙的撕咬之下 夜沉的尖头 被扯下了一大块血肉 喷涌出的鲜血 几乎将身下大山 都染上了血红色 一般太真静初期 都难以活下来 可夜沉还是活下来了 但夜沉的状态 糟糕到了极致 可夜沉的状态 可夜沉的状态 可夜沉的状态